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食博主 美食育儿转岗人 现场各类菜器料理 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呢 从美丽的福州搬到了我们的京城北京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呢是变大了 也变好了 特别喜欢这个调调 来的嘉宾呢 也变成更加的重量级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以前的嘉宾我都不认识 所以没关系 太棒了 可以尽量地夸夸您 好好好 那我可以欺负您 你是第一次当事的 这是我的主场 您可以尽情地欺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能算是一个标准的吃货 其实对于做菜这一点呢 我在上面的这个造语 几乎等于零 所以也是抱着一种学习 和吃遍天下美食的态度 加盟到咱们的时来运转当中来 我觉得这有一刻吃货的 热忱的心非常的好 是 对吧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一种状态来体现 就是叫让美食快乐起来 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美食 这个心情愉悦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吃的时候很重要 但是你做的时候的这个愉悦感 过程中的愉悦感其实也挺重要 这道菜名字叫什么 它好吃 值得推荐的地方又在哪里 好 这道菜呢就特别简单 然后叫盐居虾 盐居虾 对 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 叫厨房小白 对我们讲说厨房新手 真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道工 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丢进烤箱里面 或者放在平底锅里面 做的时候就连着那个锅 到时候一起上桌就行了 所以这道菜是易上手 操作难定很容易 很容易 然后呢 另外呢就是说 非常拿得出手 拿出来的时候 你感觉你像个大厨一样 等着别人说 哇好棒啊 就这样 对啊 还特别好吃 这个您在说的过程中 我已经瞄到那边 我们准备好的食材了 你看 那一整碗的虾 其实就是我们挑好了的 对 选虾有什么讲究吗 是这样的 那个选虾的话呢 还是要选它的这个 背部颜色稍微偏深一点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生猛一点 肉质会比较弹 这个生猛这两个字 总结得很好 对 就我们吃东西呢 最好也要它是比较健康的 对 没错 所以要看上去 背部颜色比较深的虾 对对对 然后呢 你看啊 另外呢 就是说 你看它现在这个季节 正当湿 虾膏在里面 对啊 这个虾膏呢 其实非常好 它这个含有这个虾红素 虾红素 对对对对 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然后包括对于我们的大脑发育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要多吃点虾红素 所以在发育期间呢 像我这样 就是多吃虾 会帮助自己的这个智力增长 对 是这样的 那选虾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明经有种说法 就是虾就有弯的 有直的 是哪一种是比较新鲜的 其实你说的这个弯的和直的 是指它做熟了以后 煮熟以后 对对 然后新鲜的虾煮熟了以后 它是弯的 但是如果它不太新鲜的话 它就是煮的 老师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盐焗虾 备好的食材有虾 还有什么 食盐 因为盐焗嘛 对对 然后我们要用到比较这种 大颗粒的这种食盐 今天这是我们都要用到的量 我们这个虾 为了让挑虾线比较顺利 都已经把背微微开过了 挑线 对 虾的背上有一道 那个颜色比较重的一条线 那个叫虾线 其实它是它的泥肠 是它的消化四腔 泥肠是比较文雅的说法 其实就是它的排泄系统 对对对那条 所以要把它吃掉 不是我没有特意去吃 但是我没有懂得把它挑掉 它是应该挑掉的 是要挑掉的 我以为那个也能增长发育 好吧好吧 挑掉怎么挑 挑的话很多人就是说 我从这个第二节 或第三节直接挑 但是你如果真正挑 你会发现它会断的 越是这种强劲的 或者筋道的虾 其实越容易这样子 其实非常简单 用小剪刀把它这样剪开 但是不要剪特别多 就沿着它的那个虾线的 那个小块都剪开了以后 啪一挑 一整根下线就下 完整的挑掉 对 这样 千万不要断裂 因为那是它的消化湿度 好 但是又有人稀里糊涂 是下去了 对吧 我们赶快进入下一个话题 对 你看啊 我们先把它铺在一个 铸铁烤盘里面 就等于说 如果说你用烤箱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可以烤制的 尤其最好要厚一点 它受热才比较均匀 它起的是一个隔离作用 它其实是一个热传导的作用 热传导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平底锅来做 如果平底锅的话 也是要厚一点的平底锅 对 然后我们把 食盐 食盐 但它是颗粒的 大颗粒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 就不太会进到虾肉里面去 不至于太咸 是 但你别看我倒这么多 不是让你吃这么多 它是作为一个热传导 和这个味道的一个 您这句废话 这么大一盘盐 万一有人这个虾长吃的比较多了 霓裳吃的多了 然后没反应过来怎么办 是 对 其实它是一个热传导 所以就算是这次用完了以后 你也不要浪费它 好好买了多少钱 反复使用 它可以反复使用的 花椒 对 花椒 撒一点 花椒是麻的 对 而且它有一个线 其实观众看我这个 看咱们做的这个时代运转 以前的感受肯定不一样 因为以前我想 应该这种基础的问题 不会拿来说 没有 其实现在很多很年轻的朋友 他也想做饭 对不对 那之前他可能没有看过 他一些美食节目 是 那么现在第一集就是你们的 漂亮 这是入门的方法 对啊 我就是喜欢教大家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又能做出很好吃 然后又拿得出手的菜 撒完花椒 撒这个辣椒 对 撒完辣椒 我们撒一点葱 撒葱 所以整个前半部 都是撒的过程 好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我们把它先预热一下 它要先预热 对对 我们要200度 然后烤它个 5分钟到8分钟 让它整个盐都热起来 好 好 放到烤箱里面去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对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了 但是拿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戴手套 因为它很烫 对方把门关上 谢谢 因为那个火不要关 你看 这个时候 香味出来了 对 门打开那一刹那就闻到这个辣椒烤干的那个香味 对 很香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虾铺上去 就趁着它那个盐 还热的时候 把虾铺上去 但是你也不用特别着急 好像手忙脚乱万一烫到怎么办 就是怕盐会不热 不会的 对对对 没关系 因为它还要继续去加热的 没事 很好看吧 是 一盆的虾都慢慢地进入了咱们的这个白盘里面了 是 然后呢 你就可以想见等一下出来的时候 它变红了以后该有多美啊 各位老师 我有听到声音了 对 因为这个虾是热的 因为这个盐是热的 热的虾是冷的 是 然后呢 我那个声音就已经让我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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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馋了吧 就馋了 对啊 我们为了让这个 让它味道更加浓郁 然后也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第二次的再放一点 底下一层 上面一层 是 这个就均匀了 对 戴手套 戴手套 非常重要 这个程序一定不能乱 两个手套 一个是避免臭 另外一个是避免烫 怎么会臭呢 新鲜的虾怎么会臭 有很多葱嘛 你不吃葱的 你吃葱吗 我们现在先来开烤箱 对 还是原来的那个温度放进去 让虾虾二进攻 对 二进攻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也就是五分钟到 五分钟可能八分钟用不到 我们只要看它这个虾 然后变得通红了 在五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第一次八分钟 第二次 五分钟 加起来 十三分钟 是 一颗中左右 一个虾出来了 所以真的是很快 就能完成这个道菜 而且拿出来的话 就是很有样子嘛 卖相也会很好 这道菜真的就是 像我们这种厨房小白 一下就会学会 对 可是你一看的时候 如果说不知道这么怎样 你会做盐居虾 这么棒 觉得好像你处理很棒 所以有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把食材搭配好 第二个呢 就是买到最新鲜的虾 其实就大胆高成了 对 把所有今天这个旅行 我觉得有一个是一定不能忘 对 就是这个消化系统不能弄断 哈哈哈哈 这个霓裳要去掉 对吧 好 时间到了 虾虾可以出锅了 可以了 又烫又沉 但是闻到了香味有没有 有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吃虾了 你看啊 最后它趁着 还有点这个热气的时候 要再放什么东西 对对 我们趁它有点热气的时候 我们撒一点这个香菜上去 香菜 对 让这个热气逊一下它 又有了香味道 但是呢 香菜的它的颜色 形状都不会变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鉴定 它有多好吃的时候 小心烫啊 小心烫啊 哇 哎 不过这种烫的感觉非常好 什么啊 哎 一热顶三鲜 肯定好吃 这是一句韩话 对啊 一热顶三鲜呢 我想想逆时针 不是 逆时针那种打起来 有点绕 这个时候可能 妈妈会比较狼狈 但是大家 摩刀博物砍柴工 好了 有没有兴趣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 比如说要取到那种 对做饭一点兴趣 都没有的太太的时候 嗯 怎么办呢 然后 然后来到美食节目的时候 就会看别人做菜 就有一种流泪的冲动 大家可以看这道菜的搭配 颜色 其实 红黄绿 对不对 就是焦通灯嘛